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越是利用这种挑衅的动作 也说明他的心虚 一鹏的说 这场比赛不是我击他就他击我 我就要向王者挑战 这个是世界级的一流选手 泰拳王 今天五次律文在这个赛场中 我们在德国表达的时候他说 我现在有些新的动作 像转型的编程动作 包括这个KC 让对手防不胜跑 尽管我练过泳春 练过上方拳 对吧 这种传统拳法 但是我也想 一个前手的四个点击 后手直前 打得非常的这种油滑 他不跟你说 正面的完全那种对攻式的打法 没有 你看 宋云龙他这出演完全说打空 老是打空 而我们看肖拉狂的后面就直接动作 这就是比赛一种经验 现在是勇孙有劲使不上 就打不到这手 低扫动作的力量 现在宋云龙要改变一些节奏 改变一些节奏 我们看到肖拉狂只用前手前的点击 有低扫 劲得碰到五星 能冲完这边用低扫腿 到 前脸 到 到 你倒计时 还有最后的十秒 第一回合即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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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即将结束 第一回合即将结束 第二回合即将结束 第二回合即将结束 第一回合即将结束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 这是我们在延苑 河南森...? 大白花 宇兔宇龙 Eky 潮汕潮 第二回合即将结束 现在宇龙 Eky unleash 现在是比分的落后 然后在第一回合 谈到比方应该是肖大黄 是十足的领线 所以双方第二回合 开局双方都拼得挺凶的 前置加后置肖大黄打的 像这个泰拳手 像肖大黄的这种拳法 我们只能在波及城上能够见到 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泰拳王 就是他的技术的全面性上 在比赛的把控能力上 他这种变化 非常很漂亮的销售百拳 有增一楼 因为我们采用的这是 自由国际的竞赛规则 不是存在式的规则 现在实际肖大黄在比赛里面 他采用的也就是一个 前置加后置加第一扫的动作 他真正全爆在面前也没有这种 战事的安排 因为当时转身的后登手 没有打中 你看现在五登手 能够扑上去之后 可以却又的这种摆拳 虽然要有拳法 但是你想真正能够重击这手 不容易 现在五登手要把自己的拳打起来 不要把头完全露 包里的这种 就是这个翻的这种 但是在我们修复当中 主动摔把头 순간接着 虎松医订的 前摆拳还是有刹伤的 但后拳运动跟上最好 可以和年纪做全球动作 虎松医订在这场比赛里面 确实戴得很硬 toxins ... 这是有着不服输的这种 精神在支撑的 意固 要知道我孙明明现在面对的是世界全完 第二回已经倒计时 转身后装打空 一个左闪 第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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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冠军肖大黄就成了第三回的比赛 我们看到肖大黄的诡异的变化 也看到伍森一龙的拼打 打空到对方大反击 但是肖大黄现在呢 他实际在第三回的打到现在来看 这我们看到他是把伍森一龙的拼打 然后上钩加后织 对 对 对 伍森要把自己的头部护好 尽管伍森一龙的抗击打得极强 你要知道你面对这是世界泰拳王 这是肖沙狂 但是我们也看到肖沙狂的这个 获得之间的力量 我们但是也看到了 伍森一龙抗击打能力 他就完全攻击出的这种 极其向上的精神 这就是伍森一龙 他的眼光 透着一种 对胜利的渴望 对挑战王者这种信心 因为我们也 这对摔 但是后手才没有跟上 伍森一龙 主要是他的摆拳 前摆架后直的动作 但是他没有联系进攻的能力 但是现在肖沙狂 拼着他的体能也没了 要知道一龙正在比赛 要用后手的直线 冲上去打 实际我们也看到肖沙狂也不是过去的肖沙狂 他的体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的拳队的组合也不具过去那么强的这种杀伤力了 这是被一龙所干扰所破坏的 就伍森一龙这种节奏的变化的打法 实际肖沙狂也不是说特别的适应 现在肖沙狂体能也是完全的透支 也已经彻底透支了 也没体能了 只要伍森一龙坚持 重击对手 要顶住 倒计时还用最后的十秒 最后的十秒 比赛结束 不管这场比赛的胜负 武森一龙还是敢于挑战高手 敢于面对困难 敢于不停地对自我的一种挑战 因为毕竟这是泰国的高手 世界一流的选手 我们期待着这个比赛的结果 我们也期待着这场比赛结果之后的 另外一个重新的开始 南方胜 南方消杀逃破胜